老师明明你们这一系列叫春天戏水 这感觉其实应该是还很开心的春天的感觉 就我们三出戏都 都非常的黑暗 都非常的悲剧 都非常的沉重 对 人性纠葛之类的 对的 但我觉得某种程度我也 我也对于我们剧团的年轻导演们 他们喜欢做 对他们来说有说到话的剧本 有感动的剧本 然后有他们想要说的东西 我也给他们这样的空间 我没有去想说 现在的观众可能因为日子已经过得这么苦了 为什么还要进剧场去看一个这么悲伤沉重的戏 然后所以台湾大部分的剧场比较 可能为了要满足观众这一方面的需求 所以做出来的戏可能都是比如说搞笑 或者是比较温情 愉快轻松的 对对对 但我觉得我们台湾剧团也许这一点还蛮可贵的 就是我们还是忠于创作者想要做什么样的戏 要不然我就可能不挑哈姆雷 我可能挑比如说仲夏爷之梦 这样子一个轻松有趣的戏 对 不过其实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对于台湾的 对于台湾的剧场来说现在的环境真的还是算是很严峻的考验 不管是演员或是导演在现在的状况之下 谈单人剧团怎么去面对这样子的环境呢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办春天细水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次春天细水就是每一出戏的演出场周 周次都比以往多 有点三周 场次多 场次多 那其实场次多的时候也让演员收入也稍微好一点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也是让我们剧团 因为我们剧团已经27年了 我们有很多的过去一些好的作品 可是可能之前演个十场就close掉了 那我们透过春天细水 我们可以把过去一些观众喜欢的作品 或我们自己创作者觉得之前做没有那么好 再拿回来重做 有这样的一个作品可以重新再拿出来扳演 另外也是把我们剧团每一年 这些年轻导演们他们有一些新的想要做的戏也放在一起 然后做连演 所以这是我觉得就是先透过这些东西让 因为我们过 比如我们这次春天细水要演八周 总共37场次 其实是把我们过去几年 就一年的所有的场次在这八周全部都要完成 对 然后我们因为有这么多的场次 其实也提供更多的观众 有机会来体验一下我们台湾剧团的作品的风格 然后所以我讲就是慢慢一步一步这样做 就希望能够不管在演员的培养上面 导演的培养上面 或者观众的开发上面 都能够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帮助 对 其实老师这样子的演出方式就是说它时间拉长 对观众来说也很好 因为我们常常也是有时候我们对于一个剧场的演出 听到了好的口碑 可是等到你要去买的时候 它已经要结束了 对 这也是我们的原因 就是希望 特别是观众没看过我的戏 然后也许你有在觉得 这个戏会不会是踩到地雷 所以可能你就好像等一下 但第一周演完 台湾观众都会这样 对 第一周演完之后 也许大家对这个戏的口碑 好的口碑就传出去了 对 然后就你还有第二周第三周的时间 你还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个戏 所以我们也 这也是我们在演出的档期上面的一个规划 的主要考量 是 尤其是我们第一档是《浪迹天涯》 那我们之后 大家会对于这后面这两出戏有更多的期待 是 是 今天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恭喜台南人剧团 感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